因為之前我的感覺是偶像劇嘛 重點一定是在於年輕的偶像 那對於我們中年演員的角色 多半沒有太大的防灰空間 但是這個媽媽不一樣 以我的角色來說的話 她就是從一個原來是一個溫室的花朵 然後一開始就面臨了老公的死亡 然後家庭的破碎 然後我跟女兒兩個人 後來就是完全就是落難的兩個 原來是公主 公主落難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在外面討生活 然後也沒錢 然後又遇到壞人 可是我後來為了要保護女兒 我可以去跟像葛雷那些傅太太 去可以有肢體衝突 然後我又為了希望幫助女兒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那瑋哥呢可以講一下 因為剛剛在前面聯訪的時候有講到說 瑋哥的戲都是集中在一個寒冷的冬天 然後都在海邊下跪 然後坐在一個礁石上吹著冷風 對好像蠻辛苦的 也被導演折磨到是不是 沒有其實前面我的角色辛苦 其實就為了他們造就他們後面的複墊 所以變成整個戲劇 我也知道在這個角色 在這個戲裡面的重要性 所以我前面就是可惜時間很短 然後壓迫到自己的那個情感 沒辦法說可以放長一點點 就是在幾集之中就把所有的事情演完 所以每一場戲來說就是超級負荷的 覺得要交代的事情很多 然後尤其是在事業跟家庭 快要已經崩潰的時候 不能為告訴別人的時候自己慢慢處理 那種壓力跟難過 那種整個好像生離死別的那種 應該是生離死別的一些戲來說 都壓縮在一兩集 我自己演的時候覺得好 會有些挑戰 挑戰的意思是其實 整個體能上還是有挑戰 跟技術沒關係是體能 好幾場每一場都是要快要 都是要詮釋鋪墊的一些崩潰 或者用一些遺言的事情 對 不過很開心 就是我做的還不錯了這樣子 願寫 是第一次演小孩這麼大的嗎 呃 第一次嗎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因為近幾年演了 多半的小孩都是比較大的 怎麼辦呢 會不會覺得 就是調製不過來嗎 也不會 因為歲月是漸進的 我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这么大小孩的嘛 他是有个过程了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跟岁月和平共处 然后这也是所有女演员的功课 我觉得你那个角色 刚才你说过是从一个柔弱的 也就是等于一个以前的你 然后慢慢过渡到说他成熟了 他可以去 因为老公不在了 有很多表现的机会是另外一个 好像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样子 可惜你不在了 看不到 这有续集吗 续集可以出现 那你们是28年合作后就没有再合作吗 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没有 七夕花之后还有台式的 我不永远爱你 我最爱的 我最爱的 太多的爱字啊 我最爱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台式的八点大 算不要去算了 你要去算多久 原来有十年吧 十几年 然后我们会去找维基 所以平均十年合作一次的总结 十几年 表示我们是很有缘分的演员 我觉得这是很难很难 很多人都会演员演一次可能十年十几年就也许会没有机会再合作 最后也是碰一次而已 你其实也拍了蛮多 对 尤其现在我会特别感觉到那种人跟人相余的缘分 不仅是生活里 你跟朋友 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你還可以跟朋友在一起喝杯咖啡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在工作上更是 演員群雖然很小 演員 我们台湾演员的数量也有限 可是你要可以 几十年前碰到 以及到现在大家都中年了 还可以再合作 然后大家都还很平安健康 其实也是很难得的缘分 真的 我们的进度保持得很好 皮肤的质感差不多 谢谢 没有耶 我们就是工作上 可是就很妙 因为以前我们合作过不只一个戏 对我们就算这次在遇到 我看到他我就有那种熟悉的感觉 你知道吧 有时候会忘了自己的年纪 忘了我们是 可能是演员家爸妈 就会有那种谈恋爱的感觉 因为以前我们遇到的时候 我们戏都是谈恋爱 所以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你说谈恋爱感觉 不是看到他会有失败那种感觉吗 不是就戏里那种 因为每次以前遇到他就是 很浪漫 对就是那种新婚夫妻 或者是在 那个男女朋友的关系 所以看他就觉得那种 好像我们又回到那个 大家还很年轻的时候 都不是月头就对了 都不是演员了 过去 也有啦 七星花有 对我被虐待 那现在是很甜蜜的一家人 他也很难得 就是对 通常都是汪文尔雅的那种形象 在那个七星花里面非常的渣 其实我觉得他 他从头到尾都是 他只是自私啦 我觉得 但是把他 就是拥有那种权利啊那种 所以他不愿意去让他去到社会上去 跟别人去有接触啊那种 可能就是这叫什么 叫做强迫症吧 有一点吧 就是心理问题 可是他在我们这个戏里头 就非常好的一个爸爸 我甚至觉得 雪佛是不是爱他爸爸 比爱妈妈还多啊 应该感觉是有几场戏室耶 对 感觉那个雪佛这个角色 我的女儿在戏里头 比爸爸更轻 我在之前看剧本 我想怎么回事 他人都不在了 怎么 好像他那个精神上跟灵魂上 是跟爸爸比较靠近 对我有点吃醋了 我哥也是会把女儿 闯成公主的那种 尽力啊 还是他会比较独立一点 女人会比较独立一点 比起雪佛的角色 可能吧 可能 因为其实我们 在他读大学 我真的女人 在读大学之前 都尽量去 去 照顾好 那18岁以后 就是他们自己要去 去磨练的时候 所以就没有 没有像雪佛这样继续 对 所以 应该 他们要早一点 对于 嗯 嗯 你说像他也出道了 你会提醒他在有一圈 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主要是一些 呃 规矩吧 我觉得把规矩做好 守规矩这件事情做好 呃 其他的就 看自己的 的一些 嗯 造化 这样子 对 你会招到怎么样 不要被性骄扰 或是吃豆腐之类的 呃 他妈妈会讲 他妈妈会讲 对 那他要打电话 肥宿吗 嗯 不多 不多 其实我也不太 希望他是这样子 因为 很多事情 呃 当然 虽然说出来 会比较舒服啊 但是还是要去 不能靠 告诫 我觉得 要自己去 嗯 独立去思考 去解决问题 嗯 嗯 因为节系里面 好像后面跟亮哥 会有一些 很有趣的互动 有在 跟补学亮 对 就是 呃 这个系后来 呃 我就遇到了 补学亮 那我跟他 是第一次合作 那以前对他的印象 就是 呃 综艺节目 比较多 那第一次 在系里头跟他碰到 我原先会认为 他会比较 您讲 我原先会认为 他的表演会比较 好的 综艺咖的那种感觉 我这样讲有点没有礼貌啊 可是事实上不是 后来还知道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 而且他也演了好几出 很棒的舞台剧 我说 我那时候跟他讲 我对你真的失敬失敬 对 然后在工作的过程 他也是一个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 很体贴的人 在现场 会照顾到 呃 我们合作的演员 及现场其他工作人员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是一个 他给人家一种温暖的大哥哥的感觉 对 所以我对这也蛮开心 因为这个戏 而可以有机会跟 同样我们在演艺圈很久 而一直没有遇到的好的演员 对 除了林伟之外 谢谢 你好像是很悲见的 就是 怎么讲 因为刚好这个角色感觉很 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因为感觉很适合 那你不容易跟人家立刻熟 熟起来 对 我比较慢熟一点 然后我也 在现场我比较不是会主动 我比较被动一点 我个性 我也比较怕深 这是 该说缺点吗 那所以 林伟来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就是有以前的那个熟悉感 可以在 戏里的角色的情感交流上 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 以及我后来拍 就是那个 知道他死亡 的这些戏的时候 我的情绪可以很快 就是 更有那种真实感 对 你跟工作的皮怎么熟 就 他也是这样 慢慢熟 那因为我们工作量比较大 就是 每天每天 接触的时间 对 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一场七场 不管是 不管跟谁 你都是要一点点时间去累进那个熟悉感 对 是你比较主动 还是他比较主动 对 谁先 对 其实好像差不多 雪佛在现场 因为他工作量也比较大 然后 我 我有戏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戏都还蛮集中的 所以 差不多 不过他是一个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演员 很聪明的演员 所以 我感觉在合作上是还蛮顺利的 那刚刚讲到那个要培养默契 好像从读本开始的时候 呃 导演好像有让你们抽一张彩虹卡 玉燕姐还待在身上已经一年半了 就 呃 我们在读剧的时候 就是 怎么讲 这一次我们导演 就是 给我个非常非常 给大家 包括我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读剧的时候 他让我们所有人抽一张彩虹卡 这是我第一次抽这种卡片 然后 那个彩虹卡 每一个人抽到卡片不一样 上面有不同的文字 那些文字都是一个 呃 导演希望我们透过抽这个卡片 而得到关于这个角色 或是 就是当时的你的用气的一句正能量的话 那我觉得是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祝福 所以从那个 那个独具那一天 我就把那张卡片放在我的皮夹 跟我那个别的幸运服放在一起 一直到现在 今天是公司的人刚刚跟我聊 回溯这个戏 讲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 我说我有带 而且在我皮夹里 他们很认识 他们很认识 我完全 对他刚好也提醒我 因为我一直把他放到我的皮夹里头 我们导演是一个很温暖很细心的人 我拍戏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遇到我们在独具系人会上 那时候他跟我们大家都很陌生 但是他在每一个人的桌上 准备了一朵花 而最难得的是 他还每一个人的桌上 放了一张手写的卡片 他就每一个人的角色 他以他导演的一个角度 去跟戏里的这个角色对话 他写了一段话 那张卡片 我到现在还钉在我家大门的内侧 把它留着 我并没有随着那个花的飙落而扔了 没有 那张卡片还留着 这是一个对我来讲 当时在进一个陌生的剧组 我接收到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并且出道这么多 你遇到较不舒服的事情吗 我还好 最近这个话题蛮延烧的 但是我觉得 自己在工作上一直还蛮幸运的 嗯 我觉得我都遇到好的 剧终是有一场就是被闯入房间 差一点那个 对在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小旅馆 然后被一个罪悍 不知道莫名其妙闯入 然后我一个人在旅馆房间 我就受了惊吓 然后跑出来 那场戏我还记得 那场有很 心里真的有感受到结果 当下拍的时候一定会啊 如果你能看着 月resser 会有很 有很多类似状况 可能是本私要愁好吗 接耻是 没有耶 这太吓人了 哈哈哈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太恐怖了 你還是會比較熱心的時期 從長期 最終嗎? 還是你也會躲? 我不曉得 因為當時我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角色 就是我的形象都是比較溫和的 所以我覺得以前我遇到的粉絲 也都是很害羞很溫和 我好像沒有遇到過特別瘋狂的 他們都是看到我都很緊張很害羞 其實我印象就是這樣 那韋哥有沒有碰過很瘋狂的本次嗎? 《花》系列那個時候都有的 還有很多會寫信 或者是寄到宗師去 從畫畫把劇情都畫出來 劇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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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劇情在一起 把劇情漫畫 對對對 把劇情漫畫 書信的內偶是幻想的 有可能是他跟你在一起嗎? 我不會啊 就是跟我討論劇情 跟你討論劇情 劇情 然後再延伸到他的生活 然後他說他生活怎樣 所以 你都會幻想自己跟藝人在一起 而且好像真的那樣子 帶入生活 沒有 寫信就已經感覺是 跟你有點像 就是有在一起的感覺 你有回過嗎? 沒有 對 不能回了 因為角色太渣了 所以就被他罵 不會啊 我們那個時候 魏老闆一直都覺得 安慰我 你很帥 所以人家不會罵你 所以他也是策略成功 基本上 沒有 沒逃到這些 太激烈了 對 只是跟我談 你那個角色怎樣怎樣 只是在這個層面上去兩面 對 我有一點優勢 哈哈 所以如果有 和媽媽來跟你 就是講說 你不要那麼快啊 啊 有啊 有啊 到現在還是 我去 有時候去銀行 他會說 啊 你說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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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口罩 他還說 看你那個聲音 我記得這樣子 確定 對 確定 他說 只是講幾句話 他就戴 我戴著口罩 他說 安年是連結成功 這樣子 他有在 他有在結婚嗎 不知道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心情多 哈哈 現在還是幫自己 除了我的 呃 戲劇工作 還有就 剩下就是 自己的一個 斜槓的事情 對 快要 快要有眉目 快要有眉目 快要有什麼 眉目 好喚醒 就工作的眉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就是感情對不對 沒有 工作 那感情還在 這一次還在 好 那我繼續放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欸 最近都是 都是 對舞台劇跟那個 因為你如此要演 剛好這個戲 在同一個 那個時間點 對 目前沒有 沒有 沒有欸 怎麼辦 幫幫我吧 哈哈 因為我多半 不工作的話 我就是宅女 我就是完全宅女 然後 對啊 那本來 那本來 女生 就是 你 遇到中年 相對機會會越少 然後我又是 多在 多半待在家裡比較多 所以 自然就 唉 就現在還是 維持 我做虛擬的 我幫你做一個虛擬的 不要 哈哈哈 太可憐了 哈哈 哈哈 那不過最近 因為比如說 舞台劇演出 然後在舞台劇的戲裡 體驗了那種夫妻之間的那種 辛苦的關係 我感覺好像 單身還不錯 哈哈 就是起碼 現在一個狀況 我覺得是 呃 你是一個 單身自主 然後自在的一種生活狀態 我還 挺 滿意現狀的 當然我也不排斥 如果之後有 呃 別的可能性 我覺得都很好 就是 嗯 看老天爺安排吧 嗯 但是一定要是好的 不要來找麻煩 哈哈 娟姐你可以形容一下 你有多摘嗎 就是譬如說疫情期間 你可以10天都不出門 這樣 5天嘛 我最高幾乎是5天 10天就不行了 嗯 都在家 都在家幹嘛 那個上網啊 看電視啊 看書啊 就這樣一整天這樣 對對 我說個5天是都在家裡 連大門都沒出 哇 然後 5天之後出門 因為我 那個時候還沒有那個Uber E 就是 對 那個家裡的那個存量 完了 得出 哈哈 那現在因為有Uber E 就很方便了 這樣就可以更久了 但我覺得這樣還是不太易於身心健康 所以我會 現在比較不會這樣子 你已經出過了國嗎 出過了國嗎 有 我去年12月 去年12月去了日本跟曼谷 那個時候 跟朋友 那個時候因為疫情剛解封嘛 然後旅遊的人潮又還沒有開始 好像是 呃 農曆年的時候才開始很多 嗯 就日本啊 曼谷啊 到座的人 有12月的時候還是在 旅遊剛開放之初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嗯 都是跟女生朋友 對 都是單身這樣 嗯 還是說跟家庭 沒有沒有 跟女生朋友 對 真的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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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唐淇洋老師有幫你算你的桃花 為什麼超懶 你也問過她 她應該先算她自己桃花吧 哈哈哈 哈哈 欸你們同班對不對 對 她是我同學 哈哈 哈哈 有她以前有幫我們 幫我跟另外一個同學算過 那我跟我同學都是那種萬年單身 結果她算於她她說 那你們桃 你們的命太奇怪了 命不奇怪 對 對 我不曉得 她就不幫我們算了 可是我覺得她應該先算她自己的桃花 哈哈 我們用奇怪來解釋 不是因為我們班 其實不只我們啦 就是我們班 我們那個 北益大帝世界那一班 我們班大概有一半是單身吧 就是我們的結婚率很低 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們那一屆的同學 所以我 所以我以前多半沒有什麼那種結婚的感覺 因為同學很多都單身 沒有那種 你說壓力啊 或是一個對照啊 我們就是 就是離開學校很多年 即使到中年 比如說大家遇到 都還是跟大學生的時候 那個心情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 大家都是跟以前沒什麼變 除了年紀增長之外 那一半結婚的離婚率高嗎 一半結婚的那個現在還在 大概在剩下一半 那我們班人本來就很少啦 所以 我覺得 人生到這個階段 其實婚姻什麼的都是 大家的一個共同 好像一個共同的一個價值框架 它不是必然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把自己的日子過好 然後把身體照顧好 對 這樣子我們可以更獨立自主 以及自在的去走未來的路 怎麼樣把未來的路過好 不一定是一個人或兩個人 我們先把眼前的生活過好 以後有萬萬種可能性 我覺得 這方面我沒有太給自己設限 然後我也很期待有新的可能性 然後我也很期待有新的可能性 謝謝 謝謝 謝謝